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,我是香港海調保育學會的Yuki 中華海調保育學會的Yuki 中華海調保育在香港的情況都頗嚴峻 他們的數字由2003年的188條 其實已經連到2015年的65條 其實已經連到2015年的65條 就覺得他們很有趣 但跟我們確實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海豚是海洋健康的一個指標 因為他們是食物的一面最高層的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海豚在海洋都棲息不到 其實海洋的健康也是相當差 我們吃的魚也是海洋 我們跟海洋都是相關的 如果海豚在海洋生存不到 其實也暗示人類的健康是甚至危險的 另外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為海豚發聲 例如有一些影響到海豚的危機 例如填海出現的時候 希望大家也可以為海豚發聲 以及支持我們旁邊